好 我們出發吧 那這邊就可以立即參與了 首先一開始我們先找這個NPC 這個NPC講完話在旁邊 就會有 樹苗可以拿 那拿完之後他這邊有講啦 你到地點之後 直接種植樹苗 麻煩請你直接種植樹苗 有些人不知道 沒有看這個解說 會在原地發呆 因為你會發現 為什麼沒有任何的提示 要我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在這邊說明其實是有跟你說的 到了定點之後 點下種植 這邊就會看到這個 地板 方框 就可以 來種植樹苗啦 我這邊會建議你們 往河邊種 往河邊種 為什麼呢 因為再過來這邊我們要取水 那取水是可以坐 機車過去啦 但是只能坐過去 不能 不能開車坐水回來 在這邊啊 有水桶 撿起水桶之後呢 取水 這樣騎著水之後呢 你就算是搬運物品的狀態 不能上車 QQ 這時候就要往回跑 但是為什麼告訴你們 那個樹要種近一點 你種的越近 好不好 這邊澆水的速度會越快 只要澆是不是水就好了 所以 如果是四個人解 跑一趟就行 一顆樹枕一個人叫 下一波會出現 小量的感染者 小量 但是 這個 如果是 休閒玩家 可能會比較難打 因為 等級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邊的感染者 等級大概 我的等級啦 會到107的 會1等級不同 而遇到不同的 如果 你們 隊伍中的人 等級比較低 平均等級比較低的話 會遇到 比較弱一點點的感染者 那這個感染者 是看平均等級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 休閒玩家黨的話 最好是 可以組一個 中原等級較低的人 來壓低感染者的 等級 好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完成了之後 回到原點 這邊會有 三個寶箱可以開 這裡 最好是 可以開到膠囊 這個 護靈園的贈品 最好是 叫膠囊呢 哈囉 看不到膠囊 也不要難過 林北永遠都是薄墨面料 我習慣了 好 那薄墨面料 這邊開完之後 來到我們的看板處 跟我們的看板 留一點點紀念 常拍一下 沒有上傳 這邊保存至 留念版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在 整體完成的話 最後是再找一下 我們的 護靈園 跟他 說個哈囉 好 這樣就是 整個 防殺護靈的流程 大概 可 花費時間 四個人的話 在五分鐘之內 不會算太長 那還是一個不錯的活動 大家有空 記得來參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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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